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当年讲到的一段鬼因缘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领婚呢? 简单来说就是为死者举行的婚礼 这种是一种在不同国家都出现过的习族 在中国来说 一对男女在订婚后 男女伤亡或订婚前已死的子女 基于父母对子女的痛爱和思念的心情 要为他们缘婚 于是就进行领婚了 因为传统上结了婚才可以成家 于女方死后可以算得上男家的人 可以受香火 又不至于成为游魂野鬼 男方成家之后就是身家之主 有妻相活不至于孤独 领婚可以分为死人和死人 或者死人和活人两种 详情就要问回专业人士了 香港《公商日报》 在1963年5月17日的新闻里面 我们看到一篇有关明婚的报道 新闻主角是一对已经死了的男女 话说是乾宅 即是男方 是住在西环厚和街 家中幼稚在两岁的时候因病腰折 去到新闻报道的日子 应该已经大约26岁了 而女家就是住在博富林村 家长是玛丽医院病房的工作人员 家中生了五个子女 大女和儿女在年幼时已经病小 据说女房的家长在两个月前的梦中 见到24年前病死的次女 曾经给过字花提示给父母 令到她两个中长 而这一次就报梦和父母说她就快要结婚了 和外人已经去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而这个阴间新娘更加说 男方父母曾经到处找女家的家人 但由于女家已经搬了屋 谁都找不回 新娘子报梦的原因就是想和父母说 请她们快点去谈婚事 以免误了佳琪 于是女方家长就抱着怀疑的心态 按个女儿报梦的地址去找这头所谓的陈家 果然去到的时候 男方都说自己的儿子曾经故梦 说明要和这个女儿成婚 于是两家就找来了一位神婆 在神婆的主持下 新娘子经文米婆而延伸 向男家要求礼仁六十元 另外礼饼四十斤 男方一口答应 并且交代父母照办 这头彩礼顺利完成 然后男家召去了女家过大礼 两家在紫宅店订了一箱紫宅男女 再由大琴姐找车接新娘 拜堂之后就回到两家 再回到父母家祭祖 经过南娃师傅开光之后 一对紫宅男女就随着紫宅大床 椅凳、面皮、金银元宝等等 痛痛拿去烧 一对阴间男女共成美眷 而这件事的事情 就在西环和薄芙林村一带流传 成为了市民传众的都市传说